劉大師,您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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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问你一句话,你用心了没有? 用心了没有,哦,没有用到那么多的心。 关键就是要用心。所以我写了这一篇,色法跟心法。 心法是内心的动作,精神的作用,表面上你可以看得出来,看不见。 那至于色法呢,那是表象啊,就是眼耳鼻舌身翼,五官,可以具体感受的,叫做色法。 我们通常注意的是色法,可是到了高端的境界呢,色法完全不重要,重要的是心法。 你有没有妥善整合所谓的身心灵,就是天地人三才的关系。 一定要妥善整合了以后,举手投足,起心动念,就有神效了。 不要三秒,不要十秒钟,一秒钟就可以了。 它是一面之间,有就是有,你没有就是没有。 你会用心,它就有效果。你不会用心,就好像没什么效果。 关键在这里。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,跟你说的那个垫毛巾在哪一个位置,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。 因为那个东西是射身上面的东西。 对对对对。 所以你说有效,其实是什么东西。 都有效。 用什么。 无关。 无关什么东西。 用什么工具,用什么方式。 垫在哪里。 完全不重要。 好,来,具体来做。 我们也来了。 叫清文进来吧。 没关系啊。 他愿意录嘛。 不愿意就卡掉。 他愿意,他愿意进。 没关系,你不动。 啊,我不动。 承受紧,你说这个紧脉。 来,来看看他的紧脉。 要录影呢,要上。 你,你要确定人家要上。 没问题吧。 我要录影上。 你坐下就好。 你坐下,让他看脉。 一直录下去。 你如果他不想要照点, 就不要录到他的脸。 看到没有? 我再看看你手。 用右手。 我不分的。 你不分的。 那不是资本之道。 我们是用资本之道。 我盖住,氧气不进去, 就没有火了。 你拿起来当然是没火。 是,是,是。 那是资本的啦。 他如果真的资本就好了, 就没事了。 对啊,我是说。 那是资本。 你以盖火,用东西来盖这件事情。 它是,科学上来说, 会燃烧是因为有氧气。 那你东西把它盖住,氧气没有了。 它当然就灭了。 可你知道有闷烧现象。 有很多易燃物品。 它会焖烧。 你盖下去以后, 你不知道它真的全部灭了没有。 也许过了几个小时, 诶,那它又来又死灰复燃了。 这都有可能。 那是看你烧的是什么。 对对对对。 是有这个可能。 那我们希望用最柔和的方法, 最不伤人的方法。 希望从每个角度。 当然,我们希望从最有利的角度切入。 最有利的角度。 好。 再看一下。 好。 还有问题吗? 我现在的问题是, 我妈妈的情况, 她是不能动的。 她没有主动的运动。 她只有被动的运动。 那在这种情况下。 像我的话, 我还可以主动运动吗? 对不对? 所以林教授也知道, 我上个礼拜一来的, 今天又是礼拜二了。 这中间只有两天没有。 这两天没有用。 那她已经看到我的外观, 也是有很大的改变。 光这这个做了, 这样的方法不能录了。 哦,不能录。 好好好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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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